哈喽大家好,我是master疯狂姐妹,我会今天讲一下谋孙权 这是我之前用的谋孙权打的两句 之前谋孙权的技能改过了 和现在的现实中出现的谋孙权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面我直播了两天,居然没有粉丝提出这个问题 真的让我很震惊,之前在直播里我讲过谋孙权的技能 咱们开始讲一下,谋孙权的技能,因为第一局随便看看就行了 无脑赢,放个狗他也赢了 第一局咱们就不用看具体场上局势,提前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二局他就要说了,主要是制衡 制衡的话还跟建孙权差不多 只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唯一的问题和建孙权不同的点是什么 是你有一个标记,或者一到两个标记,叫做叶的标记 然后那个标记的话,第二个技能咱们先不讲,先讲第一个,第一个还是制衡 差不了多少,只不过你要全制衡的时候,比如像建孙权全制衡 你能根据你的标记,你身上有几个标记,可以多额外摸几张牌 第二个技能叫统叶,就我说的这个标记 这个标记现在改为的是什么,就是厂商的装备数有两个选择 厂商的装备数变化了,你获得一个叶的标记 否则没有变化,就失去一个叶的标记 然后第二个选择是厂商的装备数不变,你获得一个标记 或者如果是厂商装备数,你选了不变,然后变化了 你就失去一个叶的标记,你最多才有两个叶的标记 这和之前的谋孙权技能完全不同 咱们救援最后要说,先说一下这个谋孙权 谋孙权之前统叶不是这样的,之前统叶描述是 最多能有四个叶的标记 你开局要选择厂商的变化 厂商的装备是变多还是变少 如果你选变多的话,每变多一个装 每变多一个装备,你就会获得一个标记 可能狗卡经过测试符可能觉得太强了 则孙权,结果直接削弱了 出来之后就削弱,我都疯了 狗卡这个脑子,我该怎么说呢 热了狗的那种感觉 不过核心东西还没改 所以说他肯定比戒孙权强 核心东西主要是在第三个技能 第三个技能叫做主攻技 也就是他当主攻还是依旧加强了 比戒孙权,如果他出来之后 有戒孙权的可以直接进了 因为他比戒孙权好用 尤其是在当主攻情况下 当主攻的话,主攻技 锁定技要注意,主攻加锁定技 其他无势力只要使用陶 不管是敌人还是队友 只要使用陶你就摸一张牌 然后其他无势力只要给你用陶 额外多回复一点体力 就是冰死的时候用陶的话 额外多回复一点体力 这就是怎么说呢 这就是标孙权的一个技能吧 反正主攻技加强了很多 这把是个粉丝群杀 你看看这粉丝基本不拿我当人啊 我只是随意唱首歌 他们就说我别嚎叫 真的你看看其他粉丝 其他粉丝脑残粉什么的 什么饭圈那些脑残粉 每次一唱歌人说哥哥唱歌好棒 你看我这里就没有 让我很伤心啊 你们就不能像那些粉丝一样吗 给我一些虚假的繁荣的感觉 哎好伤心啊 然后开局打王灿 咱们说些游戏吧 开局打王灿 这王灿直接一脸反贼的样子 这个王灿的位置有点厚 开局王死打就行了 开局乐马军的目的就是说 马军那个身份 不管他是中 他可能是忠臣 有可能是反贼 但是绝对不能让他动 看一回合再说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邵云秒马军 有可能是内奸 有可能忠臣 无所谓 先把马军打死也无所谓 然后这个王灿是最麻烦的 然后呢 开局既然已经压残了一个王灿 也打死一个马军 这个贾许打我很奇怪啊 这个贾许是一个粉丝 经常在我群杀里面 怎么说呢 打得有点不好吧 我都快记住他了 这个直接剧透一下 这个贾许 这个贾许 贾许去了 这个贾许 他是一个内奸 你凭什么跟我单挑 你要玩那个内奸 他说他自己武将不够多吧 那这把他已经结束了 而且他还杀了王灿 有王灿的话 至少能限制我回血吧 你非要把王灿干掉 这把直接游戏的结束 你开局还开个乱舞 你就怕反贼死不掉什么 你比那忠臣还忠啊 这时候直接可以卖血 也可以不卖血 因为反正有戏日才帮我单的 但是神赵云有可能没逃了 不敢卖这一滴血 所以戏日才的话 剩一滴血咱们还是留一下 然后这时候直接拆顺中会 现在剩一个戏日才加神云 还有一个跳反的贾奎 当时来说并不知道他内奸 直接打死了就行了 然后戒谋阳晚的话 咱们先不讲啊 等下次有时间专门开一个 等我有这个武将再说 谋孙权 咱们继续回到最早的一个话 谋孙权被狗卡改弱了 说实话真的改弱 之前是什么技能呢 就是说每增加一个装备 只要你选择增加装备 每增加一个增加一个标记 那个夜的标记 最多能加四个 也因为说你如果是空城 裸摸两张牌 比如说你空城裸摸两张牌 你就一下是瞬间能制衡七张牌 这很棒的 然后谋孙权被削弱了 我胃很疼 但怎么说呢 但是也没办法吧 狗卡就这样呗 希望这个谋孙权 既然被削弱了 就让咱们大家好得一些 千万不要既削弱 还要放出来之后 最后要卖成宝珠酱 这就很恶心 我不知道狗卡会不会做 这种丧尽天量 没有人性的事情 当然狗卡就是狗卡 他当狗很正常 我没有骂狗卡 他是实实在在 就是这样的东西 我没必要去骂他 不要老说 你又骂狗卡 没必要 我只单纯的去阐述一个事实 没有骂狗卡 对 没有律师函 对 很安全 这个时候没必要去戒制衡了 注意啊 你标制衡的话 也不会被使用掉的 这些小贴士一定要注意啊 小贴士一定要注意 然后这时候 中会已经打不过了 而且我没必要 亲自动手杀人 让他们两个忠诚干死就行了 这把游戏结束了 这把游戏打不过了 就好了 我们一会儿 就好了 对 我的人 是